Hello 大家好 这是你的轮哥 理论的王者 时间的特色 现在呢 还是有很多的朋友经常会问我 这个高翻怎么做 局中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看重这个局中的技术 但是我实在是被问的有一点烦了 所以今天我来教你们西上高翻 也叫旋锤翻 也叫挂翻 我个人认为 并且我跟一些专家也讨论了 就是这个篮球运动员 因为我感觉大部分看我的 除了这个田径啊 然后扣篮 更多的是这个篮球运动员 我们觉得篮球运动员只要会西上高翻就可以了 全程的高翻呢 不用那么看重 所以今天来教给大家西上高翻 首先呢 这个早期的时候 我会推荐大家会用一个木棍 或者用一个这个空杆来练习动作 因为这种动作的技术啊 是这个需要拿一些量 用一些容量来磨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做的次数多一点 把这个技术练好 关于卧具呢 我像我这种手比较长的 所以我就会握的稍微宽一点 我一般会握到这个滚花 就是这个杠铃上 其实大家看这种 这个地方都是有滚花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杠铃上的滚花 就是有一块摩擦力比较大 有一块摩擦力比较小 我一般会离这个滚花一个手左右 或者一个大拇指 大概这种距离 我一般会这样 有时候还会再宽一点 大概这个位置 因为我是这个胳膊比较长的这种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臂展没有那么好 就是胳膊没有那么长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正常握 看看能不能握到一个 你这个正好是在这个大腿中上段 接近持骨联合的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我确实你看 我如果正常握具在这的话 其实就是在大腿的中段 所以我就会刻意的稍微握宽一点 然后把这个杠铃位置往上提一提 好 然后一开始我建议大家 可以多用一些这种木棍 然后空杆去找这种滑腿的感觉 什么叫滑腿呢 你做这个旋锤翻的时候 其实这个手肩要挺直 把后背收紧 很多人做这个旋锤翻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这个肩膀要往前 其实应该打开 把整个后背挺起来 整个后背都收紧 然后眼睛看着正前方或者斜上方 把整个后背收紧 挺胸抬头 然后把胳膊手打直 不要这样犯 大家不要这么使劲 如果你先把胳膊手曲了使劲的话 你会更多的用到上肢 你的上肢借住了就太早 这个动作我建议是少用上肢 更多的去练下肢 所以说你拿这个杠 先到直立位 这个直立位的时候 一定要挺胸抬头 夹紧 把后背整个收紧 然后去找这个滑腿的感觉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 是要曲宽带动曲膝 曲膝大家懂对吧 就是这样 这样就是曲膝 然后曲宽就是这个 所以是要曲宽带动曲膝 不要主动曲膝 是找一个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试试这种感觉 这样 找这种滑腿的感觉 从侧面看 这个杠铃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 没有一些更多的拨动 找这种滑腿的感觉 很多人做的时候 就是主动曲膝 他说这样 这样的话你膝盖压力就变大了 然后你的这个 也就有这种跪的倾向 其实跪的倾向是不好的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是这个曲宽带动曲膝 曲膝是被动的 而且这个从运动上来讲 你这样的话也会更安全 更符合运动的模式 所以不要这样 曲宽带动曲膝 然后把脚趾抠住地 脚底一定要跟 然后挺胸抬头 后背夹紧 胳膊手打直 一开始大家可以找着这种滑腿的感觉 然后等到有一定感觉了以后 发力 它发力在这 到这以后呢 基本上你下肢完全发力完了 下肢完全伸展完了 到这发力完了以后 然后再带一点点上肢 然后把这个接在这 其实我个人建议是少带点上肢 因为我看很多朋友 可能是高拉练的比较多 或者是这个上肢引入的太早 就是它最后把这个 攻击 还有这个斜方练得很大 就是它 它这个很有劲 就是这个曲肘和提很有劲 但其实它没有更多的练到这个下肢 就像曲宽的那种曲膝 曲宽的那种滑腿 去找这种感觉 把肩膀上往前压一点 上来 然后再来 拿木棍的话就是 比较轻松 所以大家可以多拿这个木棍找找感觉 好 然后呢 说完这个木棍的 咱们现在用一个 正宠的这种杠铃杆 来给大家做个示范 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锁握 举重的时候还是建议锁握 一定要把后背加紧 肩膀往后收 加紧整个后背 然后呢 把胳膊肘打直 挺胸抬头 后背也是一条直线 然后往下 找这种滑腿的感觉 然后呢 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接杠 然后这个接杠啊 其实你不用特别主动的 就像举重那种 就是把它带到这个位置 然后下去这种下蹲结 其实咱们高翻 其实是想练这个 把杠铃带高 然后对杠铃做更多的功 接杠的时候呢 人去找杠 所以你不是这个 主动的蹲下来 然后它会砸到你的这个 肩板砸到锁骨上 所以它带多高 决定了你钻多低 比如说我这个杠铃在这 就带到这么高了 带到这 它往前 你感觉它 基本上有一点这个 要停滞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你主动的 这个这两个 这个大臂啊 就像往里转一样 那你大臂有一点这种感觉 你看 提上来以后 然后稍微提一点 然后往下 这种感觉 其实大家可以找找 这种感觉 上来 然后 啪 我看有些朋友啊 做这种40公斤 60公斤的时候 它实力其实很好 但是做40公斤 60公斤的时候 这杠铃应该特高 这杠铃特别高 然后呢 它特别主动的 下边接地挡它 然后砰 一下砸下来 然后就把这块 都砸得使这个浴青 所以我觉得 你是人去找杠铃 而不是说你在底下 等着它砸下来 然后大家做这个 旋吹翻的时候啊 杠铃要尽量地贴近身体 很多人会犯这种错误啊 就是它一使劲的时候 然后是这样 它先把宽伸出去了 然后这个膝盖剩一点 没用完 所以就是宽膝节奏 不太对 然后这么悠上来 是这样 啪悠上来 所以这个杠铃 就会离身子很远 这个我们这个 黑化叫操杠 然后出去以后 就是这个杠铃 会离身子很远 然后会这样绕一个圈 再落下来 但是最好的 最好情况的这种 这个高翻 应该是很贴近身体重心的 出现这种离身子重心太远 还有有可能的 就是说你的后背松了 你发力的时候 后背变成这样了 松了也不行 所以你的胳膊 不要主动使劲 吊着它 拿后背吊着它 加紧 把肩膀往后 后背收紧 然后起 到这 贴着身子 你看其实就是蹭着 蹭着腿 蹭着短裤 然后蹭着这个短袖 啪啪啪 贴着身子 然后到这一接 把它带好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 胳膊肘打直 挺胸 后背打直 抬头 这样往下 千万别松 有些人一往下 然后啪就变成这样 就松了 其实是后背吊着钢铃 不是胳膊吊着钢铃 不要这样 就跟它较劲 打开 胳膊就像两条钢索一样 吊着这个东西 不是说它 特使就是跟它较劲 放松 拿后背吊着它 拿后背吊着它 你的后背承重 一定是比你的胳膊要有劲 后背 加紧 往下 让一下这样 啪啪啪 贴着身子上来 有些人喜欢引一点吸 有些人不引吸 但就无所谓 有些人就是吸 什么叫引吸 就是到这以后 会稍微 这样引一点膝盖 然后啪再起来 有些人就是直接这样 然后就是伸展 就我觉得都可以 没有绝对的对 没有绝对的错 训练就是这样的 找着这个有效的 适合自己的就最好 还有呢 这个旋锤帆 从这个直立位 往下走的时候 一定是往下 离心到这 离心到西上 几厘米左右 这种位置 然后直接就开始 往上登身 不要再跌 停 因为你其实练旋锤帆 很大的一个目的 是为了增强你的千伤反射 去练你这个SSD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 我看这个到这以后 定一下一秒钟 然后再啪再上来 我觉得这种 这种你不如直接做电灵反 因为你在离心的阶段 储存的这个能量 你在底下这个等长的阶段 这个等长的位置 这种就也可以叫 偶合的阶段 在这种偶合阶段的时候 它都变成热量散发掉了 所以它就没有千伤反射了 其实应该就是 下 啪 然后就起 下 就起 下 就起 下 就起 在底下不要停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 很多人在这 啪 定一下 然后再使劲 那样的话就变成纯向心了 那样你不如去直接去练这个电灵反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稍微上一点片 给大家灌上VVT 给大家看看我翻60公斤的时候的杠零轨迹 包括这个最大功率 RFD这些数据 因为这些数据其实我们更需要看重的 其实有时候你不用太追求重量 可能这段时间你每一组都是做两个三个 但是你的速度提高 RFD提高了 虽然你没去试一二人 但其实你自己也是有提高的 自己自身也是变好的 所以我们都是要从数据上看 然后咱们来从数据上看一下 行 今天就先到这儿啊 因为这个比较累 这两天有点肠胃炎 然后身体不是很舒服 刚刚翻出来感觉后背有点夹不紧 所以可以给大家放一个以前的视频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追求这个东西的重量 就是它是一种帮助你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或者帮助你提升什么抗阻能力的一种方式 所以不用太跟它斤斤计较 不是说谁翻得重谁就跳得高 这绝对是胡说八道 它只能说这两者之间有一些是有共通性的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希望大家对拳吹翻有疑问的就可以练起来 用目过的空杆先练练动作 把动作练好 然后练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开始慢慢上重量 好 这是你们的伦哥 理论的王者 时间的垃圾 大家下一期再见 拜拜